直话直说 由卢君洪台长为您主持 这位伟大的慈悲的 我们的天上的母亲 让我们更好的成为一个学佛人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 听众没有问题 喂你好 喂 是师父吗 喂 是 喂你好 说吧 师父 我打通了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师大为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长道日 我们感恩南无大师大为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感恩菩萨妈妈大师大为 不自信劳 慈航到架来到我们生活世界 救苦救难 我们也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能够在五周恶施 不会艰难险阻 成人而来 被救度苦难的众生 神明鸿法 欧心力学 感恩师父 不容易啊 告诉你学佛不容易啊 很多很多女 尤其是年轻人的 学了没几天 学一年 回去几 回去一两个星期 马上就变掉了 真的 一点佛心都没有了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 很难过 很郁闷 哎 你想想看 真的 真的 你把孩子已经 已经是在好好 让他学佛了 对不对啊 你就等于把孩子 交给老师再管了 哎 真的没办法 是的 师父太辛苦了 师父 我们都非常非常爱您 师父 您一定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您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 是啊 嗯 弟子 弟子在这里也曾经的 向师父忏悔 我在学佛以前和 学佛之初 因为自己的无名和愚痴 做过很多很多的措施 弟子要向师父忏悔 向关系因果他忏悔 要经常忏悔 而且要 真的要开悟 不要把自己的裂根性拿出来 因为过去做错事情的话 它是由裂根性引起的 所以经常这么做 以后裂根性就越来越强 明白吗 嗯 是的 是的 嗯 是的 是的 就是自己的裂根性太重了 所以 在那去做过好多好多的措施 现在想起来 特别的忏悔 觉得特别的 特别的 不应该 丢人啊 还丢人啊 没有 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讲的 就要忏悔 就是要完全承认 没有什么面子的 就叫丢人 听得懂吗 做了 做的人 做了动物的事情 就是叫高级动物 人要超脱境界 那就叫菩萨 听得懂吗 是 是 师父说的 有什么难为情的 是的 要改 改了就不要怕痛 一个人要把病治好了 就不要怕痛 对不对啊 对 师父说的 弟子一定好好忏悔 一定会好好地努力 一定会 一定会好好努力 跟着观世音菩萨 跟着师父 一门静静 永不退转 一定要好好学佛 好了 乖一点 乖一点 还有什么问题吗 弟子 今天有几个问题 将前师父 慈悲开示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白话合法中说 修心路上烦恼多 的确我们 又业荡深重 在我们修心路上 境界提高以后 会马上有心魔 令自己心生 对佛法的疑惑 或者生退转心 这个时候 如果立即烧一批 比如二十一张小房子 能不能巩固 自己境界的进步呢 你说烧多少张小房子 说什么 就是烧一批 比如二十一张小房子 这时候能不能巩固 自己境界的进步呢 烧二十一张小房子 就是在我们 对对 就是在我们修行 修行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的业障 比较深重 境界提高以后呢 经常会马上有心魔 让自己心生 对佛法的疑惑 或者生起退转心 这个时候 如果立即烧一批 小房子 比如说二十一张小房子 能不能巩固 自己境界的进步呢 那要看的 如果正好是有魔在身上 那你烧小房子 效果是对的 如果你只是退转 那你烧小房子也没用啊 你只有好好看白画佛法 否则的话 你怎么能改变呢 实际上 一个人天天看白画佛法就可以 很多人就是 回去谈个亲啊 开始一完了一疯啊 好了 过去的列根性全出来了 所以很难救 我很伤心 我们东方天台有个小朋友 在这里学了一年多了 没有感恩心的 对不对啊 给他免吃免住的 在这里 好好地修师父 晚上还天天能够给他开示 回去两个星期过来 就变成这样了 真的 你师父在教育他 他还跑到他妈妈这里去挑拨 还让他妈妈发脾气 你说这叫孝顺吧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 真的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好好讲的了 就是说这种就是列根性啊 就彻底改变了 真的 你说一个好孩子的话 师父批评他了 是为他好 给他消夜 他应该不应该 跟妈妈自己忏悔 妈妈我做错了 找了千种理由 万种理由 还要说 还要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的 到了最后 还要说师父不对 你说说看这种 这种孩子 你说你还有旧吧 害得来妈妈修心修的蛮好的 也跟着他一起发脾气 你说这种孩子 所以修心修的好的吗 你告诉我 修不好 好了 一年多啊 回来那个样子都变了 真的 我花了多少心血 花了一年多心血 真的 没有感恩心的 我真的是 真的无语了 我所以觉得 一个孩子真的能够成佛 到成为菩萨的孩子 一定是一个 本质要非常纯洁的孩子 过去本质不好的话 必须要坚决坚决坚决改 一点都不能有 四心杂念 对 否则的话 你根本修不好 不要修了 修什么 你该干嘛就干嘛了 你该到时候 受报就受报了 你求菩萨干嘛 求得了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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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吗 喂 喂师傅 您能听到吗 我听得到啊 喂 对不起师傅 刚才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 听得懂吗 没办法 有些时候 喂 你们这个电话线不好 好 现在能听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师傅 师傅 就是让我 替同学问几个问题 就是 可以吗 师傅 讲吧 讲吧 继续讲吧 师傅 您说过 就是人去世以后 应该要入土为安 那么就是同学长问一下 骨灰如果放在 殡仪馆保存 和在墓地下葬的话 有什么区别吗 下葬就是入土了呀 殡仪馆保存 就是还 还在 佛在表面上呀 你想想个 冰仪馆 这个每一格 每一格 里面有多少鬼呀 对不对 七场你说好吧 没办法的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路土了 他至少有一块 自己的地方 还能有块墓碑 给个 印个照片 大家还能去 瞻仰 瞻仰 有时候嘛 去怀念 少少墓了 路土为安 就是安了嘛 那根本是佛在表面上的呀 一空格 一个空格 一个空格的 对不对呀 是这样的 对的 对的 就是 师傅那 就是 同学们问一下 如果是 特别小的孩子 不到三岁的孩子 那他的骨灰 就是 也是下葬 比较好吗 就是 一个墓碑 比较好吗 其实 其实都是 找块地方吧 找块小地方 也没关系的 三岁也算一个孩子了 总算一个人吧 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 就这么做一做 经济条件不好吗 另当别论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那 这个 那小孩子是 就是跟家族里的人 相在一起比较好 还是单独 立墓碑比较好呢 都可以 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 因为过世了之后 都知道 各自的姻缘了 都不会再搞了 没事的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那么就是 还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孩子太小了 他混化以后的骨灰很少 那么 可不可以在骨灰盒里面 放上孩子生前的 衣物之类的东西呢 不要 少就少 没关系的 少也是一点点 没关系的 一点点也好 明白吗 这是一种 这种是一种心意 不要放弃其他东西 明白了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准备开始 你比方说 过去有一个 小孩子很小的走掉了 对不对啊 后来他妈妈就给他 一个最心爱的洋娃娃 是一个狗熊 结果有一天 人家叫我看图腾 我就看见 这孩子变狗熊了 再投胎就是狗熊 所以叫你们 不懂的事情 不要乱来 有些时候 你们千万要问 不问的话就出事 明白了吗 是 是太可怜了 是 师傅 还可以继续问问题吗 问吧 问吧 感谢师傅 就是 下一个问题是 经常有同修 一激动 在菩萨面前 表决心 没有意识到 在菩萨面前 说的话 就是发愿 之后自己忘记了 没有做到 那么这样会有 怎样的果报呢 忘语 忘语的果报 就是倒霉 就是到时候受报呀 因为你 如果你表决心没关系 表决心的话 你祈求了 那你没做到 那就是 那这个妄语大了 叫大妄语 大妄语的话 护法神就会来惩罚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不是自己表决 比方说 你只是说 哎呀我表决心 没有求什么事情 那你这个果报 还小一点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如果你说 关心不大 我吃全素了 你保佑我啊 怎么怎么怎么 考上去啊 结果考上去了 你是不是 用了 用忘语 骗来了菩萨的 那个给你的信任 给你的加持啊 是的 是的 好了 所以像很多小孩子 在台长面前 台长啊 我一定好得救啊 给我加持 我给他一求菩萨 好了 零了 到最后不休了 那么最后 他自己吃苦头了呀 我没办法了 对不对呀 骗人了 骗菩萨了 嗯 嗯 那么应该怎么样 忏悔或者补救呢 如果 一百零八遍 然后要彻底忏悔的 不能不能假忏悔 要彻底忏悔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嗯 师傅 那有的同学 可能发院以后 自己忘记了 怎么办呢 可以 请扶在提醒 发过的愿吗 发院之后 提醒 自己写下来 发的愿 要写下来 贴在那里 要自己要知道的 哦 明白明白 嗯 明白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直接开始 嗯 下一个问题就是 有的人平时说话 不当心 比如说 他说自己下辈子会做牛 做马 报答别人 那么如果说过这样的话 真的会导致投畜神的果报吗 会 如果 明白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谢师傅自卑开始 嗯 然后 师傅 下一个问题就是 师傅 您在白号佛法中说过 学佛要学在当下 现在马上就要学 现在马上就要改自己身上的习气 这样你现在不好的业障也会变成过去 人会变得很轻松 但过去也是不可得 过去的业障本来就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更应该急早放下 不可得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忏悔的时候也不要执着于业障 要放下业障才能消除业障吗 对呀 对呀 哦 那么 嗯 那么就是有人做了错事 也不知道他的严重性 对自己要求不高 也不是太在乎 念礼佛可能很快就心无戒地了 有的人呢 对自己要求很高 念很多礼佛还觉得自己不好 觉得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觉得很难原谅自己 那么这样的人是太放不下太直夺吗 是这样的 如果你自己一个事情做了很大的错 你念了之后会还会放不下自己 实际上这种放不下已经念礼佛了 没放掉实际上还不到位 并不是你放不下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人说哎我念几遍就好了 实际上他已经放下 他已经这个业障不重 很多人念了很多还放不下 实际上他业障很重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并不是代表 就是说他念多少遍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人比方说身体不好 一个生癌症的人 重视和不重视 对不对啊 你都生癌症 对不对 对的 重视的人 因为知道 哎呀我怎么病这么重啊 哎呀这么重 他就不停地看了看了看了 他一直看他就好了 还有一个人呢 没事的好了呢 接下来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忏悔自己不当回事的话 他以后就面临的 就是更大的宅解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是不是那 有的人可能就是 比较小的事情 也不容易忏悔掉 就是念了很多礼服 还觉得 请你有借力的话 这种情况 是属于 是不是属于 这个人他执着了呢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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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 那我们就是如果想 彻底的忏悔掉业障 是不是应该 行于中道 就是不应该 呃 对自己的措施不在乎 但也不应该太执着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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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行于中道 就是说 又要重视他 又要藐视他 就是说 就是说 在 在战术上 啊 在 在战略上 要藐视他 在战术上 要重视他 就是说 你对自己的毛病 像打仗一样 我怎么克服他 很多人就想出办法 在家里墙壁上 贴个纸了 经常提醒了 对不对啊 就是这种东西 都是一种方法 所以让自己来 克制这些毛病 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不把 这些事情当回事 那就糟糕了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嗯 好 感谢师傅 慈悲开始 嗯 师傅 下一个问题就是 师傅告诉我们 修行中要不造新业 那同时又有一句话说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能否真的做到 身口意完全不造新业呢 这就是功夫生养 这种问题 你自己想想就好 嗯 你说老和尚 为什么比我们修的好 他修了一辈子了 你们呢 为什么修不好 为什么会造业了 因为你们刚修呀 对不对呀 就是 啊 修了 做错没关系 做错要承认的 很多人做了错 他不肯承认 他就越走越远了 就像举个简单 人家说 哎 你走错路了 方向错了 不对 我就是 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继续走好了 走到最后面走错路了 嗯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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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那么 能不能请师父 慈悲开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能尽量减少 就是造这个身口意的吸念呢 因为尤其有的时候 异业特别的难控制 这个是不是由于自己的业障 产生的呢 所以不好控制 你这些问题书上都有 好好把白化佛法看看吧 你现在提出来的问题 全是白化佛法上早就回答了 我就问你 你现在一天看多少 老实说 我每天 不要吹牛 我每天都看 我每天都看的 看了之后 要自己好好去开悟 要悟想悟出来 要自己要开悟的 你不能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人怎么会变好的 因为天天做好事 人怎么会变坏的 因为天天做坏事 人怎么会修的好的 做菩萨的 因为天天在做菩萨 你这些问题 还要我回答吗 悟性怎么来的 天天开悟就有悟性 对不对呀 人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 一会犯错误 一会犯错误 因为他没有提高警觉 没有好好的精进修行 他就会犯错误 好了 对 弟子修的不好 对不对呀 好 那弟子今天的问题先问到 你师父 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我们都非常非常爱 乖一点 乖一点 好好努力 好吗 你会好好努力的 再见 你会好好努力的 再见 师父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感恩大师大的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恩 是卢塔山慈悲 祝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节日快乐 喂 师父听到吗 听到听到 讲吧 我都听梦到师父了 讲吧 我今天能打通师父的电话 我很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我们全家三口 还有父亲都是师父的弟子的 我女儿估计是弟子中最小的了 刚刚十二岁 他多次梦到菩师父和观世音菩萨 喜欢听师父的录音 去年我大师先生和女儿参加香缸法会 他们都很震撼 女儿回来就很精进的宁静一家房子 他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今年想要拜师 结果今年很开心 很用意的愉悦了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 觉得好好努力 这种孩子 到人间来的很多孩子都是已经是菩萨小菩萨 师父在那个拜师的时候说 小妹妹好好修啊 然后也跟我先生说 乖孩子 我这次法肥肥了 也真正悟出了很多道理 想明白了很多 上次打通师父 电话号慈悲的师父 又来我梦中加持 给我的感觉也是平常 师父所说的人生苦空无常 不要执着于人间的痛苦和烦恼 我很惭愧 就是前段时间 还是会时不时说 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和环境的影响 上次我也是感冒了 状态不好 让师父不开心了 对师父骂了 我向师父真诚的忏悔 请师父慈悲原谅 我这次一定痛下决心 好好改毛病 好好调整心态 改风格 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好看法法佛法 都传递正能量 要学菩萨心把人做好 我深深的记得师父法肺上说 顺境难了懂珍惜 念境难了懂定心 要把苦难当资本 从中不断的获得快乐和智慧 天天要学啊 我告诉你啊 修心像吃饭啊 哪一天不吃饭你就会饿了 我告诉你 很多人就是 停停弄弄 停停弄弄 修得好的 碰到自己的事情了 马上翻脸了 碰到 碰到 那个学佛的事情 哎呀 一会想着通 一会想不通 你说这种人怎么修啊 你告诉我 我一定好好修师父 就是师父 像是说 先生得罪了不少人 说他身上有怨气 我想 停降师父 是不是与他前世 有很大的关系啊 因为他多次梦到 自己是一个士兵 带伏击日本人 然后我昨天晚上 也梦到我和先生 被几个手持枪的人围攻 这个不管前世怎么样 反正今世要好好修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有业障来了 就好好修 对不对啊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说 靠自己的一种毅力 不管碰到顺境逆境 都要把它改变 你明白吗 就是改变 对对对 因为另外他也想过 但是之前 因为工资四度嘛 他在远根卡时间 老陪他们加班 因为之前不学服 他还以为是 以身做足啊 这好榜样 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血压高 引起脾气急啊 又不想人有意见 他人其实也不患 大多数人还是很理解他 他生病的期间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令我们很感动 他说一定以后 一定要改掉风格低调形式 好好忏悔 之前走着的测试 对 好好用愿自己的职位 弘法度人 请师父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修 今天菩萨妈妈大慈大悲 我和先生还有女儿 一定做好观世音 菩萨妈妈的亲手亲眼 做好佛法家庭 弘法利生 让更多的 有缘众生的离苦独乐 感恩师父 希望你说的话不要退转 因为我们这里有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弟子 这种话跟我讲了太多了 这种信邪的太多了 到时候碰到自己家里的事情 说翻脸就翻脸的 所以我很难过 我觉得师父就觉得 一个人修心太难了 明白了吗 不是嘴巴里讲的 我们全家一定坚持 一定最好观世音 菩萨妈妈亲手亲眼 一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请师父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修 去菩萨 请师父保重法庭安康 好 谢谢你 师父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 自话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 好听众朋友们